好 紫安乡公所呢 汇整了各宫庙捐赠的善心物资 分送给32个福气站 文件站以及长照站 那么乡长游淑珍说 乡公所吸收名利 让每一份的资源发挥最大的量能 也让宫庙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 通过物资捐赠的平台 来筹分配给弱势的家户 这次的准核总共发出了 3000多份的米粮物资 那么由各据点的热心志工 来协助运回 满满的米粮物资 都是来自各个宫庙和社团的爱心捐赠 吉安乡公所把他们汇整分类 转赠给合适的对象 让各界的温暖可以传达到 社会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再次感谢宫庙的爱 挹注到我们社区关怀协会 和我们所有独居老人 以及我们单亲弱势的家户里面 我们将得到的多元物资 作为分项跟分类 今天发出了32个健康档文件站 关怀据点 以及社区营造的 最贴近社区的关怀站 当然我们也把高蛋白 以及麦片 不用吹煮的物资送进了独居老人的家庭 让独居老人可以随时的便利来取用 甚至于来补充蛋白的一个养成 我们把多元的这些饼干糖果 甚至于是白米 送进了我们的单亲独居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多的量能家庭 来一起享用 我们一起为不同族群 需要被关怀的每一个人 散尽关怀的能量 这次整合发出包括了 白米、酱油、盐、油、糖等 综合民生物资有3000多份 分别交由各个据点 热心志工协助运回 乡长邮淑珍也欢迎 更多企业社团可以慷慨捐助 透过乡公所的平台 把爱与温暖散播出去 介续会节安相报道